那么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郑老师 面对这种认知战 我们大陆该如何来仿制呢 您觉得 这个唐老师呢 对美国搞的这些东西呢 分析的很透彻 我完全同意啊 那么呢 美国这个这一次9月9号通过的法案呢 不仅仅是这个台湾冲突赫鲁法案 实际上还有另外三个法案 这个禁止无人机啊 大疆无人机 这个在美国一座 还有一个禁止国土安全部 去用宁德时代的这些电池 比亚迪啊 6公司的电池 还推出了一部分 生物技术公司 还有美国子公司的这个黑名单的 这样一个法案 据说这一周 还在这个里边的 要通过的法案 涉华的25个 那你想想吧 他第一通过了 有没有个签署问题 第二签署了以后 他会不会去实际实行的问题 那么第三他真的实行了 或者他会不会实行 大陆方面会如何 中国政府会如何反制等等 这些问题对他们来说呢 都是啊 有这个巨大的变数的 那么这个认知战啊 一方面是认知战 另一方面呢 他的确是有他的实际操作的层面 那么所谓中国的官员 在美国资产问题啊 他们这个话语 已经制造了很多年了 既然是非法的这个资金 那你美国 你不是上帝这个 这个优选之地吗 对吧 三天之城啊 你怎么成了这个 包米了 洗钱的天堂了 对吧 他本来他就 他就 啊 没法去去弄啊 就制造了这个东西 但是另一方面呢 我们呢 就要看到 他也可能啊 就在今后 他认为需要的时候啊 包括 那么海峡两岸 怎么出现一种 非常的常态的时候 他通过这样一些啊 这个这个司法的手段 这样一些法案 那么去呢 这个就掠夺中国的海外资产 包括在美国资产 他是不管你是国有的 还是民营的 企业的 掠夺 华为是国有吗 宁德时代是国有吗 没有国有的 到了那个时候 他会随意去指定 说这个是谁 是个什么人的 那个是什么人的 那么据此法案 去进行掠夺 和这个 去啊 搞这个东西啊 搞这样一些掠夺 这个可能性 应该是存在的 那么呢 还有啊 包括这个 他的所谓金融系统的 这个啊 不让在美元啊 为主导的啊 是微博特里边 运转的问题 等等等等啊 这些东西 都是为这个啊 来这个做铺垫的 那么对于这样一种情况 那么我们 当然我们也不能做事 那么一天一周通过25项法案 有他的这个啊 这个那个背后暗箱操作 民进党在里边这样一种 这个鼓动策动 对吧 我通过了以后 那么可能就从民进党当局那里边拿到什么样的奖赏 我想我们可以想象啊 对这样一些运作的方式 这样一些把一堆的法案 那么这个根本执行不了的 无中生有的 那么这个普风作影的东西 拿出来 登上美国国会的大雅之堂 我觉得对这些东西呢 要么老百姓 如果说有什么反制的话 要把这些东西的来龙去脉 给它揭露出来 那么这个 这个曝光于天下 那么第二呢 那我觉得呢 这个我们啊 也要啊 这个以子之矛 公子之盾 对吧 那么你可以这样搞 无端的去剥夺 掠夺我的财产 那么 你这些美国的国会议员 这些实际的操作者 在中国大陆就没有财产吗 在这个中国的啊 你的关系人 你的利益集团 你的这些关系企业啊 你的各种各样的啊 利益连接者 在中国大陆 在中国大陆 能够影响的一些国家和地区 就没有这样一些东西吗 就没有见不到人的东西吗 你在香港 在澳门 就没有吗 等等等等 那么我想这样呢 也可以对这样一些倒心逆施啊 形成一种震慑 总之啊 这种子路为马 捏造依据啊 等等 这些东西呢 它都是这个 登不了大雅之堂的 那么 像这个林嘉隆讲的 哎呀 说这个特有创意 会非常有效 就是说 假如这个法案通过了以后 那么大陆呢 这个就不会对台动武了 因为有人反对 在美国有财产 我觉得这个林嘉隆 这个他也是个重要的领导人啊 负责人啊 对吧 怎么还会得出这种结论呢 俄罗斯对美国对俄罗斯 实用到什么程度啊 那么阻止了俄罗斯了吗 中国统一 无论于何种方式统一 我们这天经地义的 你以为就这样的手段 就可以让这个大家放弃统一 你让台独去横行啊 那么最后达到你这个政治目的吗 我觉得这个是很可笑 很荒唐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 他这个创意有效 到底有效在哪里 嗯 谢谢 好